小火靠着一首情歌 成功吸引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更是打动了天后叶茜的心 然而让人惋惜的是 那鱼太乱了 为了帮自己人上位 高音竟然指责小火抄袭歌词 狼昆还说他剽窃作曲风格 完全没有一点原创能力 眼看时机已到 前任渣女更是主动站出 说这首歌曲 其实都是两人离婚前的作品 而作词作曲都是林大师送的 我们刚离婚 领悟起风了 是林多老师写给我的作品 却被他给无事剽窃了 你要是像我阅歌的话 我也可以写给你 但是你为什么要剽窃呢 你要知道 名声一旦坏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煞时间舆论风向调转 刚刚还说是原创天台的观众 瞬间指责小火是个不要脸的小偷 只可惜这些人终究失望了 因为穿越来的小火 可不只是带了一首歌来到了这个世界 而是将整个华夏金曲 全都记在了脑子里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呢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这首歌 这旋律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要不可及 这曲 是否是应该放弃 好像就是在唱我一样 清晨如同本流的江河 一曲不会来不及道别 只剩下麻木的 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 金曲 这首歌完全不属于领悟和起风 甚至更是一筹 请问林敦老师 这首老男孩也是你写的吗 不是 不是 顾紫金 这首歌是抄袭的吗 不 不是 仅仅又是一首歌 瞬间打了所有人的脸 然而渣女还在狡辩 说这一首歌 并不代表前两首不是抄的 小伙依然是个只会盗窃的贼 眼看女人还不死心 小伙也不再留情面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事实 才会收 云着的归途 才会收 紧紧弥补 多少 天才 简直就是天才的创作人 只怪有些人呢 有眼无珠 曾经在悠悠 安安 反反复复中追问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情的窗路 满住我 好 林杜老师 这首再回首 是您行 短短一会时间 观众哪还在乎超不抄袭问题 因为这样的天才 根本就不屑抄袭他人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小伙更是一口气唱出了数十首金曲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会让你轻轻跟着哼 我的天哪 他究竟写了多少首金曲啊 全体经典 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抄袭吧 对啊 能写出这么多首经典歌曲 怎么可能会抄袭呢 会写歌就不是抄袭了吗 这林多大师都说了 他就是抄袭的 可是他写的经典金曲 已经超过林多了 冷凉的冰雨在你上 乌乱的海 乱乱的眼泪更烦 与幻山一块 夜间的时差 固然被掩盖 你的影子 我 遇见的伤心的理由 遇见的伤心的理由 最后再演 明温就算天背流离 明温就算空间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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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人无趣味 月流泪 三思更不应识 我愿能一生永远会观力 爱也同中 主也终中恨无能相逢 爱也同中 人也终中已到最后 望向一生 躺在你中 天经在 林大师实在忍不住了 恐怕再唱下去 他这第一座 辞家的地位就要不保了 林大师提出请求 不论任何代价 只要小伙开口 他都会务必满足 然而小伙又怎会 看住这些东西 穿越前 他本就是一个 赫赫有名的歌手 可惜那鱼太乱 最后被人 害死在了街头项目 现在有了新的生命 那些曾经的虚荣 早已经不是 他现在所追求的东西了 他现在要的 就是整顿整个娱乐圈 渣女一看势头不对 急忙就打给了 背后的金主 果然资本就是厉害 在金主的安排下 明明碾压式的比赛 愣是被高音 打出了极低的零分 狼昆也不例外 纷纷跟投了零分票 反而让渣女 赢得了歌王称号 只可惜这些人 千不该万不该 偏偏惹惹怒了 一是父母的观众 对不起 各位支持我的朋友 也许才华 真的不敌自白 也到时候 跟大家说再见了 下言不得冠军 我们绝不能接受 这节目有黑幕 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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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造反啊 你们这群垃圾听众 你们懂什么叫艺术吗 我们是导师是艺术家 你们既然听一个垃圾新人的话 你们是我见过 最垃圾的一批听众了 如果我们有的 我们要认识